最近的老友花柔跟我说 这在仙克兰啊 就是说总体不好了 或者各种花的一个叶子不好了 我说您这个是热死的 说老花柔现在是冬天啊 你告诉我热死了 为什么会热死呢 因为呢 他家里面有地暖 大家可能在北方待的花柔应该知道 地暖一般市中上供热供的比较好的话 室温都能达到20多度 这个地暖的一个表面呢 甚至说能达到30-40度 就是咱们坐到地上一会儿呢 觉得这个屁股就烫得慌 主要是这个屁股就烫得慌 对吧 所以说那植物呢也是一个道理啊 很多花柔 你想比方说仙克兰啊 还有一些种球类的 还有一些个盆栽草花类的 放到这个地表的时候呢 都会吞死了 基本上就是热死的那种 都黄了 闷了 好这些花柔又是问我买药 又是问我买肥这个东西 这不是那个事 是因为咱们地暖的温度过高 而导致这个植物呢 就过热 然后闷根烂根 就开始导致了一个暴毕 您一定要了解这个点 那么呢 有的话说这种 这种怎么预防呢 大家呢就可以离暖气片啊 或者说离地暖 稍微有一些距离 如果家里边有地暖的话呢 您可以找一个像这种 带轮子的这种托盘 我们家也有这种带轮子的托盘 再一个盖一下这个知识点 或者你家里边买一个花件啊 或者说那种凳子之类的 你把花稍微放高一些 好不啦 把花稍微放高一些 另外呢 大家如果是有地暖的话呢 你在这个花的一个旁边周围 你可以往地面上放个水盆 多放几个不要紧 放点那种水瓶啊 放点什么这个托盘里面 放点水之类的 让它多去蒸发一下 有一些空气湿度 因为很多花稍微在家里面 一个是热 一个是干 很多的植物呢 就显得特别的不好 怎么长都不化晒 这个主要是空气也太干了 太热了 好吗 太闷了 所以说植物呢 你在里面待着 倒是觉得那一小会挺舒服 是吧 你觉得闷的时候 你还开开窗 那植物它也觉得闷 也难受 它又不会说 它只能表现的各种不好 所以说花儿我们也 一定要盖它这一个点 好了 今天视频比较短 但是希望花儿们了解 这个事就行了 另外的话 我们老是问我 这个冬天怎么浇水 任何时候 养任何植物 都是干了在浇 不干不浇 而空气湿度 这一块是越高越好 好吗 别的没啥事了 希望大家冬天养花 一样很哇塞 有话说 我南方 我这个没有地暖 我家里边特别冷 那你就可以稍微 磨你的 做一个温室大棚 好吗 你 花人不能让 呃 个憋死是吧 因为有了 有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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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点个赞 我六号衣 点我最长衣 白了